据欧联社22号报道,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荷兰全国花卉市场遭遇了百年来重大危机,供货商被迫单日销毁数百万之鲜化,相当于全国年产量70%至80%的花卉就地销毁。 据报道,目前正值郁金香盛开季节,全球因新冠肺炎疫情对于花卉需求数量骤减,导致荷兰花卉市场遭受了百年来的重大危机。 荷兰大型花卉批发市场皇家植物园集团发言人范希表示,面对花卉市场需求减少,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销毁这些鲜花。 放眼全球,荷兰的鲜花种植都是出了名的,而郁金香又是荷兰种植最广泛的花卉,也是荷兰的国花。 郁金香在17世纪引进到荷兰,荷兰的坏天气和恶劣环境反而非常适合郁金香生长。 郁金香进入荷兰近400年,不仅深得荷兰人喜爱,被平为国花,而且使许多荷兰人致富,荷兰也因此成为郁金香王国。 郁金香象征着美好、庄严、华贵和成功。 素有欧洲花园之称的荷兰,本身是一个只有4.1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家,但却种植有大约44430亿亩鲜花。 现在荷兰每年大约培育90亿株鲜花,而其中郁金香就有30亿株。 有人推断,如果把这些郁金香全部排列起来,能够围着赤道绕七圈。 按照往年的惯例,每一批荷兰的郁金香到了花期之后,除了在本地市场消化之外,很大一部分还会出口到欧洲各国。 然而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,今年郁金香的销售节奏已经完完全全被打乱了。 荷兰皇家囚禁花卉种植者协会指出,随着新冠肺炎在欧洲大陆的蔓延, 目前的欧洲消费者似乎更热衷于购买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,而花卉已经不再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。 现在,人们为了应对疫情需要的是卫生纸,鲜花在人们的生活中显得以微不足道。 协会主席克莱恩表示,新冠肺炎疫情爆发,已造成大量花卉商店和企业倒闭, 这场危机将使郁金香花农迎来一年中最糟糕的时刻。 此前,云南的不少农民也面临了鲜花销路受阻的问题, 通过上网推销的方式才让鲜花交易逐渐回暖。 目前,新冠疫情已经席卷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, 疫情对各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, 战胜新冠病毒已经成了全人类的命题。